欢迎继续收看120的数字3分钟2014年的DSC卷2的题目 第十条,若果线型的角及半径分别减少x%及50% 使其面积area减少90%,即x是多少 大家想自己试一下做,就按暂停吧 那我就开始了,线型的面积area of sector 就减少90%,即是我们首先知道调色的 a2-a1除a1乘100%会是等于-90% Change of area,percentage change of area 即是说,面积的百分比改变 a2-a1为何计算呢? a1只是背公式,feta除360度,乘回πr2次 a2为何计算呢?就是将feta减少x% 1-x% 而r呢 就小心了,r就是乘回1-50% 但你要小心哦,整个中处是二次方 所以你会得到a2呢,就是会是1-x% 再乘,这个是0.5的二次啦 再乘,个feta除360度,再乘,πr二次 整个呢,其实就是a1例的 当你这条色代入的时候,你会得到这个数 就是这个位置 减a1,就是等于1-x% 乘0.5的二次 再乘a1,减a1,再除a1,就乘100% 不用写啦,就等于-90,即是0.9 那这里弱了,小心啊,只剩下1 就是说,弱的时候呢 要小心点,就1-x% 再乘0.5二次 减a1,就等于-0.9 调过去,就是1-0.9,即是0.1 然后再除以1-0.9,即是0.5 然后交叉走位,1-0.1,即是0.5,即是2次 0.9,即是0.9,即是0.8,即是0.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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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即是0.5,即是0.10,即是0.1,即是0.9.5的二次 你就可以看到X是60C